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东北亚两大国 南韩的XL新病毒以及日本的X1病毒 南韩的五波大流行刚趋缓 那么今天发现亚洲第一宗重组病毒株XL XL二月在英国出现 它是Omicron的原株BA1跟Omicron的亚变种BA2重组而成的 全球对于XL还没有确切的研究数据 传播特性目前不清楚 社会组织把XL归类为OO类的病毒株 不过南韩当局不敢大意 紧急匡列出相关接触者 要加强对于重组病毒株XL的监控 那么南韩过程当中几度趋缓 但是就像世界各国一万 趋缓之后还是面对新变种的病毒 平时总是忙碌的首尔检疫战 如今人潮不在 因应Homecron时代南韩宣布 11号开始终止免费快筛服务 确诊规模趋缓 南韩检疫战目前仅保留 让高风险族群和密切接触者 接受PCR检测 而今年初在各地追加设置的临时站点 也到了工程升退的时候 接下来南韩民众若想要接受检疫 必须自行购买快筛试剂 获到专门医院付费检查 南韩中央承诺免费提供 450万个试剂帮助弱势族群 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自费快筛也是种负担 若要和病毒共存 就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观察4月第一周南韩最新疫情走向 18岁以下学童确诊比例 已从25%降至21% 但60岁以上高龄者感染 却激增到22.8% 专家认为高龄族群第三季加藏针 多半已经施打超过三个月 疫苗保护力下降 开打第四季是势在必行 再搭配口服药积极治疗 才有机会防止大流行卷土重来 南韩政府计划大幅松绑防疫 南韩一届警告再三 而现实果真如专家预言 全新重组病毒株正式在南韩现中 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没有海外旅游史 接种过三剂疫苗 上个月无症状确诊 证实感染重组病毒株XL XL为目前所发现17种重组病毒株之一 由欧木孔原株BA1和亚变种BA2重组而成 传播特性未知 BA1和BA2四月初在南韩同时大流行 如今BA2减出率已经达到85% 取代BA1成为主流毒株 南韩出现亚洲首例XL 目前还无法确定病毒是否产生于本土 但与先前在英国发现的病例高度同源 跟进中央酝酿解封 南韩企业开始重返正轨 三星电子宣布恢复面对面会议及海内外出差 现代汽车也重新开放出差和员工聚餐 但重组病毒株XL的出现 恐又会让解封进化出现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